持续来关注高雄气暴案 经济部长次长杜子军今天指出 截至下午2点累计一共有28人死亡 286人受伤 两人失踪 今天是高雄大爆炸第三天 发现了两具罹难者遗体 其中一人证实是75岁老翁的林玉庆 另名在三多路和五庆路口 名贵饭店附近的南岐市身份不明 总计到目前为止 罹难者已经有28名 286人受伤 还有两人失踪